现在的很多小国在历史上曾是我们的一个部分 只因统治者的不在乎而最终任由他独立 成为了别人的领土 朝鲜曾是我国最忠实的附庸国 被中国紧紧的抓在手里 年年都要向中国进贡 早在汉朝时期 汉武帝时期曾有机会将朝鲜纳入中国版图 最终因为汉武帝的不在乎而扔掉了 让朝鲜自由生活 汉景帝时期朝鲜属于汉朝官员统治 一直到一个叫做魏佑渠的人出现 他的出现让朝鲜的历史开始改变 魏佑渠喜欢剑走偏锋 不仅将那些受到朝廷通缉的亡命之徒收编 还打劫汉朝过来的客商 操练自己的军队让他们去攻击辽东地区 魏佑渠的做法让汉武帝着实愤怒 但暂时也没有工夫去理会他 便派了两支队伍从水上和路上夹击魏佑渠 然而意外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出现 两路军队在会合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再加上强盛意识的汉朝 没有将朝鲜当成一回事 结果就造成了初战大败的后果 因为魏佑渠的脾气很不好 和手下的关系也是非常的恶劣 于是一群朝鲜元老开始密谋 说趁着汉军兵临城下里应外合 然后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当天晚上就将魏佑渠给谋杀了 最终汉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拿下了朝鲜 那批暗杀魏佑渠的朝鲜官员 成为了新一批的统治者 而这时聪明一事的汉武帝 做了个让人意料之外的决定 从朝鲜撤兵了 就是这么一念之差 中国错失了一块这么大的领土 虽然朝鲜后来也成为了我们的附庸国 但是相比较自己的领土 这两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就会有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